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酷酷喵 那我们即将进入本次机械师键盘经电竞滑鼠的游戏测试环节 那我们这次主要测试的呢 就是在文章所提到的 这个iROX所推出的这个M36 Pro电竞滑鼠 以及这个K76M机械师键盘 那详细的一些介绍跟内容呢 在文章中会有比较清楚的介绍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用这一个键盘跟滑鼠来进行游戏测试环节 那来看看我们这次要测试的机械师键盘跟电竞滑鼠 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手感表现 那我们这次因为时间关系的只测试一款游戏 那就是之前酷酷喵经常用于测试电竞周边的 一款低人的射击游戏啊 现代再生2 虽然它是一个老游戏的 但是因为它有单人的挑战关卡 比较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来进行这个键盘的手感 或者是滑鼠的手感这个测试 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款 比较能为人所接受的这个电竞周边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游戏吧 那我们一样选择是弹量挑战关卡的其中一关 那选择是老兵难度 那就是最高难度 来进行测试 因为我这次测试的是插手的机械式键盘 然后搭配是这个体积比较小的电竞滑速啊 所以在手感上面我是稍微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跟我日常时长时间使用的款式是差异性比较大的 所以我可能会稍微要适应一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感觉是 这款近滑鼠它的重量真的是十分的轻盈 那轻盈就是说它可以做出更快的反应 但是这个也就是要看个人 因为有时候你拿太轻的话会有比较过飘的反应 这样我比较喜欢拿重点电竞滑鼠的人就觉得会有点轻 太飘的感觉 就是要适应一下那这款机械式键盘 那K76M的这个静音茶轴的键盘 目前按下感觉就是 他就是比较不用吃太大力气就能够触发按键的反应 因为我平常打轻轴打多了就是会习惯按比较用力 然后还蛮安静的这倒是真的 那这样子如果你在什么像大学宿舍啊 实验打游戏的话就比较不会吵到室友 要不然这时候半夜操的轻轴机械式键盘 他肯定会出来抗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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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敵人一定摸過來 對果然 這點時間他們一定就摸過來 丟手榴彈 回敬給你 RPG 好 你打到我算是 算是很幸運 好這東西原本命中率就堪憂 哎呦聚集手 我要小心一點 好可以推進 喔像喔 大雨 大雨 噢,Shit 噢,什麼鬼,RPG 哇,只是建設性傷害 把我打成這樣 啊,就是你啦 來來來來 哇,大爆碎 啊,掰掰 喔,應該是過了 好,那我們成功的完成了這一次的老兵難度的挑戰 那先來講講手感 就是我覺得因為我用慣輕軸了 所以感覺我其實不用按那麼用力就可以觸發了 就是感覺鍵盤按起來是比較輕鬆愉快的體驗 然後反饋也還OK 然後呢,我主要是感覺 這個 M36PRO的這款 電競滑速 因為它採用的是號稱這個光磁微動的這個開關 那按起來的感覺是反應比較清脆 那至於反應的速度 我目前個人沒有太明顯的感覺 對,那可能 要達到某些電競選手的程度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這個 了解到這個觸發的速度是否有比較快的 好,我們這次的遊戲就要這邊 總共來說 這款鍵盤跟電競滑鼠還是非常不錯的 那雖然機械式鍵盤的這款K76M它沒有帶背光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較安靜的作業環境安靜打遊戲 那也要有一些 不想要紅軸那種 太直接直上直下手感的話 然後又不想輕軸那麼吵的話 那靜音查軸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這次的測試 遊戲測試環境到這邊 那也感謝大家看看我們在巴拉小屋裡面的開箱文章 那我是酷酷喵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